男人在喊出一句咒语后 竟然直接飞天而起 而他的这种能力来自于这游戏中的一种卡片 在游戏中想要得到指定卡片是比较困难的 小杰二人在吃下一份比他人还大的面之后 终于获得了第一张卡 每张卡片时都有不同的记号 比如左边的1217就是卡片的号码 右边的F1850表示这种卡的入手难度 F等级已经是倒数第三位了 而1850表示游戏中该卡片可以出现的数量 也就是说他们得到的这张卡是非常垃圾的一种 就在他们刚离开面馆后 突然一声爆炸传来 竟然有一位玩家的身体直接被炸开了 显然这家伙是名玩家 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人在游戏中死了 接着尸体被传送回了现实 只留下一个坑洞在地面 据身后一名玩家介绍 那家伙是被人用念能力杀死的 他身体被附上炸弹后 被人远程用能力引爆 男人表示在广场那边已经有玩家组织起来 想要一起来尽快将游戏通关 果然他们看到了几名和他们同时进入的能力者 看上去都比较脸熟 但这里也有几名老玩家 其中一名戴眼镜的家伙向他们介绍到 在游戏中有一群人 专门就是为了抢夺别人手中的卡片而杀人 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 所以时不时的就有人会因为爆炸而死 大家也称那家伙为炸弹魔 而且他们都是以团伙作案 目前在游戏中有三种方法可以获得卡片 首先就是做任务取得卡片 然后就是玩家之间互相交换 最后自然就是通过武力抢夺 随着游戏时间的越来越长 第三种情况出现的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这些人为了对抗那些暴徒 成立了一个组织 他们想要拉这些新人一起加入 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快地将卡片收集完成 然后一起通过这个游戏 而巴特拉的500亿的奖金 到最后大家可以根据每个人提供的资源多少 在进行资金上的分配 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收集到了76%的卡片数量 只要全部收集完毕就可以通关游戏 大家经过考虑后 有两人同意加入他们的组织 然而小杰却是果断地拒绝了 因为在他看来他就是来享受游戏的 如果加入他们那有为自己的初衷 小杰不加入的话奇亚肯定也不会加入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还有一名小女孩也跟在了他们后面 目前来说他们两人最大危险就是手上没有功能卡片 在面对持有卡片的敌人时 如果没有防御性的卡片在手很容易陷入被动 于是他们开始了收集卡片的任务 两人在参加一次猜拳比赛后 赢得了一张真实之剑的卡片 是83号的指定口袋的卡片 接下来他们也因为这张卡被很多人给盯上了